第二十九屆金曲獎結束過後 阿妹有話要說 一年一度的金曲獎對歌手來講 我覺得是 又是一個大的派對 然後又是一個海洋的競賽 其實非常非常經歷 你知道嗎 坐在台下 入圍者友 然後就是那個 要等那個要撕開那張紙的時候 那個是最讓人緊張跟莫名其妙的焦慮 對於這次沒報得歌後獎項的她 則表示 我入圍14次 但是我只有拿三個獎 所以入圍很開心 至於拿不拿獎 我覺得就是當天的刺激感 我覺得這麼多年以來 好像大家都還蠻喜歡我 我做的音樂 有一些那個新的作品 在出現 然後被大家聽到 對 就是 還沒有被那個 世代交替掉 對 妹姐可是大家心中永遠的歌后啊 不可能被世代交替掉的 不過被問到入圍金曲這麼多次 是不是已經不需要金曲獎的肯定 阿妹則表示 是 就開心的玩笑 我超需要的阿 超需要 超需要的原因是 因為拿獎是開心的 每次金曲獎一定要製造一個氛圍 對 一個氛圍就是 去了就一定要拿獎 那個才獎獎 才刺激 但是沒拿到獎 我們還是一樣要做該做的事情 然後恭喜得到獎的 所有的人 對 不愧是阿妹 講話真實 不做作外 還非常大氣的恭喜得獎者 非凡娛樂 台灣報導